铺铺铺我作为家 在618期间呢 相信大家有准备剁手吧 剁了吗 剁了吗 你剁了吗 优点还没剁的话呢 我给大家看看 最近在618期间 值得入手的一些国陶单品吧 带来这一期的 国陶618推荐的商品 那这期节目呢 我也会把618期间 这些单品的优惠价格呢 标在屏幕的左下方 水不会很深 大家轻松的把握 同样涵盖了 短裤 短踢 衬衫 以及打底踢 各种在生活里面用到的硬货 看之前也同时温馨提示一下 这些价格呢 只适用1618期间 因为我不知道 你在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是否已经过去了这个活动 如果你想买的话 最好先问问客服 首先第一款 我们看看 EmuSystem的 磨毛唇色打底踢 那前几期的拜拜家当中呢 给他介绍了不少的配衣 也就是那些品牌 概念不太明确的唇色踢 你看了吗 不会还没看吧 我发现时下真的越来越多人 喜欢装唇色T恤了 毕竟唇色T恤比较好的啊 而且有的人会觉得 印花没有那么香 你觉得印花T更好 还是纯色T更好呢 我们不妨来投个票 看看大家更喜欢纯色还是印花 我的话最后再告诉你 EmuSystem的这款纯色T 有好多个配色 那我个人就挑选了 白色跟蓝色这两个 比较清爽 而且比较喜欢的颜色 小铃口的设计 螺纹挺紧实的 而且有加固处理 袖口上车的小细节 以及刺袖这里有标语 这个意思就是 来得快走得快 爱婷来得太快就像弄卷 那我走 嘿嘿 你走吧 嘿嘿嘿嘿 采用的是230克的双插膜 毛毛面料 手感非常的细滑软糯 单穿还是内达都OK 来看看我的上升效果 打高分 接下来喜欢简约高接轰的朋友们 可以看看这一个品牌 1747 不是第一次推荐了 那相对于某F字头 或者某E字头的品牌来说 其实价格确实香 而且颜色有很多选择 主理人是不是纯心想刁难 那些选择困难症 雪花灰的颜色 四地通用 校摆不收边的处理 显得很不羁很浪 那据说买这条裤子的女生还蛮多的 那因为她的相形是比较宽 所以露其穿的话呢 很显摇线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便宜你了 便宜谁了呢 便宜又钱了 男生的话 其实在室内用作家居服 会很舒服 打球 运动 健身也很透气 日常穿搭 街头感也不错 看看这些穿搭图片 上上的梯同样是他们家的 也是我说的 非常过分的鼻子 强迫这种多色扩型唇色梯 跟裤子可以配戴一套不错的颜色 男女通纱 看看这一身 打个婚 Much Mania 公装City Boy 条纹衬衫 City Boy的搭配公社里面少不了 来一件简约好看的 宽阔衬衫 我知道很多兄弟们 一味追求大 但真不是大就好的 大家告诉过我们这个道理 大而不挺 属实难挺 又大又挺 妹妹 材质是21支的双杀面料厚度 适用比较适合夏天 扩型真的很大 对应我的体型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一些小细节 就是领口取消了固定扣 因为那东西确实有点木讷 胸口口袋是一个对称的设计 后背 公背剪裁 整体就更加力挺了 自能起来了 上身那么宽大的话 下体的比例就要控制好了 毕竟City Boy风格 对于如果不是高手古道的男生来说 真的要注意一下 下身是一条做旧水洗篮球裤 Vintage感觉十足 水洗很漂亮 据说是用到了一种碧纹水洗的工艺 所以在一些侧风边的位置 可以看得出来细节 以及我蛮喜欢的大腿处的 这个风边细节 确实很加分 来给这身打个昏 OK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印花产品 小印花还是大印花 你喜欢哪一种 投个票吧 一还是二 在我看来 其实这两款都属于小印花了 尤其是后面这一个 在整一件大扩型的T恤当中 占据的位置不会很大 所以也不会太热 夏天不会闷着 而且也能彰显自己的态度 就比纯色的T恤来说 多了一些玩味 上期的Bicycle单车牌的盲盒 大家好像还挺喜欢的 记得不要赌博 Jet the Leg 这个是一个年轻的国草品牌 中文意思就是浪荡少年的意思 挺好的 年轻就该浪嘛 你看我 老浪 老浪 就这么意思 两款的T恤 都是用到了普克主题 而且同样都是非常宽大的扩型 来看看我穿L的效果 如果你喜欢街头感大扩型的话 那这种印花提你应该蛮适合的 衣服材质是32帧230克的 精棉双纱面料 同样领口比较牢固 特别之处是衣服的印花上面 使用到了三种不同的印花工艺 分别是前面的图案用到了湿网印花 普克的边框用到了高枕树的绣花技术 以及普克是皮面的树满子喷 我愿称之为赌怪必备 嘿嘿 全体起立 那这个面料呢 因为它有经过水洗的软化处理 所以穿上去还是蛮舒服蛮软的 看看我的上升效果 打个昏呢 来看看WonderLab的毛巾袖 细绸衬衬衫及西装裤 来自厦门的这个品牌 好家伙 让我还知道了一个厦门的冷知识 因为呢 这件衣服上面有一句话 是他们slogan写着 Back to the real ride From Amoy 我就纳闷了 Amoy是什么意思 然后维修 你猜怎么 原来Amoy是厦门的意思 不会吧 不会只有我是亲爱才知道 那这一款这么看上去 庸庸华柜的衬衫呢 材质是触栓纤维 双面都非常的湿般顺滑 非常的凉爽 穿起来很垂 但听歌一句劝 别穿真空行吗 真的很臭的 配合上这个毛巾袖的印花 接头感非常棒 毛圈短裤非常厚实 360克重磅 后面有个闪电在屁股位置 前面还有一个品牌的WonderLab刺袖 加上侧边的饰条 除了我身上面穿的这个 可以灰色吧 还有另外一个白色 以及衬衫也有一个白色 来个混吧 来看看OCIC的这一款 脊皮拼接短裤 不用怀疑这一条 我真的穿的是S 扎扎没有打错 佳哥虽然是粗壮男孩 懂得都懂 但这一条 因为它版型真的比较宽 腰围延伸度很大 我穿S就OK了 这个版型的好处就是穿上去很显腿 如果你不想太宽大 变成55分身材的话 就不要买太长了 M跟S就足够了 特别之处是侧边这一个倒折的工艺 相对于条纹来说会更有特色一点 而据说这一种工艺的车工 还是比较考究的 铺子的质感 脊皮的材质 摸上去 非常有手感 以及侧面 这个层层叠的层次感 设计感很棒 那身上面这款小花梯的蓝色小花 概念来源于1802年的 诺瓦利斯发表的 尚未完成的小说 相当的渴望啊 好深奥对吧 喜欢背后的大印花的朋友 应该不会拒绝了 来 打个分 OK 那么以上8套推荐 哪一款是你的薪水 对应1至6号 欢迎在单部留下商业的数字 再说一次 因为近期618 所以我不敢保证 大家看到这一期的时候 相对应这个价格 是否会有浮动 会有变化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看完之后 先去问一问 我有加个购物车 我们再过两期 还有国潮推荐下篇 给大家搞点称赞 别忘了上连加关注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